6点起床迷迷糊糊 看着湖光山色吃一根香蕉 男姐留给我当早餐的饼 这种小店里面也有酸奶和牛奶 Thank you 这个是酸奶85 这个其实是那个水牛的奶 然后这个是牛奶 因为这个是水牛 Buffalo的牛奶 感觉比较特色 Sauce de Ami Banana 就这五个东西要45块钱人民币 我让他多送给我一些香蕉 Thank you 每次都能克服很多东西 小麦和燕麦 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有区别 然后饼干就是饿了 填一下肚子 这饼干就是 而且还有巧克力 这巧克力是零 零 零 凡是脂肪酸 我找了好多 包括贵的 也不一定是零凡是脂肪酸 但是这个是零凡是脂肪酸 这个是叫青鱼 这个就是金枪鱼吞的 完全是盐水卤 口味不动很淡 我上次也看到那个电解质的问题 你丧失那么多盐分 包括电解质 你可能要补充嘛 所以说不是我自己变残了的问题 是因为牛汗太多了 所以我想吃东西 而且想吃重口味的 他这个还没有开门 那是可以让我们先进去等着 还挺好的 我看这边有个甜品店 我刚刚本来准备找他们买水果 问开哥会不会比店里面便宜 他说这种卖水果肯定会更贵 因为他毕竟有他的体力成本在 但是如果是卖蔬菜就会便宜 因为蔬菜不容易保鲜 还有这边卖鱼应该是8点半以前 或者8点半左右 这家烤肉也特别好吃 可是到下午5点半才营业 开哥给我介绍一路上的店子 150一串的烧烤算便宜吗 很大一串 这一家面包店也是很便宜很好吃 但是还没开门呢 昨天没出门之前就一直贪吃 饿想来吃这个 后来去攀岩去洗马去骑马 搞了四五个小时 消耗了很多的能量 一点都不饿 后面是回家收拾了两个小公司 做饭那个时候也根本就没有饿 现在今天又咸又馋 就是来这么多次第一次给我们汤 就是汤也是免费的 这个配菜也是免费的 这是从主街到湖边 它做的真的是像真轨价那样一点 但这栋铁非常沉 你看这 真是扣 都能扣下来的 这里竟然也有一只火鸡 只不过这个好丑啊 两只 至少有两只 今天来滑冰就冰上基本上没有人了 开个竟然还有整套的户具 现在是一个小时200卢比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每小时是100卢比 看 看小一点的 它这鞋太旧了 它这种也有 不对它好看的是单轮的 然后这种丑的就是双轮的 最后我还是换了单轮的挑战自己 而且我有护具我怕啥 反正我穿上鞋就能直逆行走 可是我滑不动 我只能确保自己站着不会摔跤 印象中和文华有相关的经历是 初中的时候陈文带我去滑过两次 当时都是他牵着我带着我在厂里跑 可是我自己是不会滑的 然后我弟弟教我路冲 还有就是双板滑雪 我觉得和这个很像 回这时间我学不会啊 学不会 带着我滑没用啊 那你就自己滑吧 这个男孩子教我滑 他就直接拉着我跑 但是我自己都不会控制轮子的方向 所以他加快速度之后我就甩了一脚 左边这个男生也过来教我 他教我就比较人以余一些 他教我把双脚打开 然后能够拟地 跟我说了几句话之后 我就能自己尝试着滑动起来了 然后自己摸索 我心里面又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能围着场馆滑石圈 自然就能够找到牛兵的感觉了 还有我想要停下来的时候 就是用的双板滑雪的泥式刹车 能保持自己的平衡 并且不太会摔跤 我感觉能在场内滑个二十几圈 不摔跤 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在视频上学各种机械 可以啦滑的可以啦 能滑的 看我来给人家酷一点的 刚开始滑的时候觉得很热流了很多汗 可能是因为穿了护具吧 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是你还比较紧张 这是开个坐着休息的时候 给我摸的像 这个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当时应该是在找节奏 想要手臂和脚搭配折起来 然后能做那种往前面冲的姿势 我想到最开始到六边上的时候 我是只能够站着保持自己不摔跤 然后都没办法让自己的身体移动 到现在已经能够速度相对较快地走起来了 并且不怎么摔跤就已经挺满意自己的进步了 我现在观察自己的姿势是自己的右脚是在偷懒的 主要是左脚在动 所以我才会每次摔跤都是摔左边的屁股 整场能滑我大概摔了五次 最后一次的时候感觉我如果再摔 我肯定就不太能站起来了 所以最后五分钟我都直接是围着小圈滑的 因为最后场关里面就只有我 还有两个男孩子 他们经常在里面疯闹打架 然后摔在地上 中途他们差点就冲向我 把我撞到了 然后就为他们绕开了 但那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 然后还有两个欧美国家的小朋友 他们俩是立项形式的 就是整体的场馆的方向是立时针的 但那两个小女孩就顺时针 也非常容易撞到 中途我就跟那个比较小的女孩撞过一次 这个女孩她滑到一半主动过来牵我的手 刚开始是游戏她快撞到我了 她牵了我的裙摆一下 我就对她笑了笑 然后第二次她跟我聊天 好像她说的是尼巴尔语我没有听懂 我跟她说我是中国人 然后她就牵着我的手 我们在场馆里面一起滑了两圈 我还是打算换一双小一点的换下去溜马的 因为这个脚在里面 这个地方磕着很疼 空无一人 仅留一株 我学东西还是挺执着的 就是场馆里面的人来来去去 好像很多人都只滑半个小时的样子 但是我两个小时一直在滑 即使我的技术不好 即使我滑的很慢 但是我一直在坚持 就中途一个小时的时候 出来换了一双鞋而已 到后面感觉整个人可能已经肿绳了 鞋子已经和脚融为一体了 我就是穿着鞋在运动而已 有时候就是走路的状态 但有时候也会故意把脚抬你 左右方向滑 前面那块黑色的就是那个打架的男孩子 后来滑冰的时候进入放空的状态 场馆里面因为没有人 他们也没有放音乐 后来是开歌帮忙跟他们说 让我们放一下音乐 结果放的是尼泊瓦音乐 反而觉得产生了干扰 管的地也不太平 右边的转块之间都是翘起来的 所以我最开始都会绕开那边就滑小圈 后面技术好了才会去那边滑 就现在所在的位置 刚上两个小金饭美女和具具状态一块 这个好像是穿蓝衣服的状态 我看这个视频消失了 我能想到自己的心理状态 因为我左边被摔得太疼了 所以我起身都需要转向从右边起来 后面都摔累了 有一段路都是直接走的 但是两个小时我都没有停过 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半个小时感觉场内非常的混乱 很危险很危险 因为他们都在玩各种杂技特上 还好今天是平时工作日人比较少 确实这个时候念的机会比较好 感激开哥给我拍视频 这样我能知道自己是怎么摔跤的 摔跤的原因是啥可以复盘一下 你怎么老到这就摔啊 就是啊 慢慢滑 开哥问我为啥总是在同样的地方摔 答案应该是我有心里阴影了吧 这个应该是摔的最后一次了 真的觉得疼的不行了 所以后面都很小心 离开的时候床管里就只剩五个人的样子 我现在又想在博华拉多待两个星期 想好好地念一下攀岩和龙华 而且我也确实喜欢这种游戏 有空气好的地方 因为家族空气质量差 脏乱差 会让我想到 会让我想到威迪玛拉的那个空气 休息 这个地方是有游泳池的 我们之前来过一次 但是跟别人谈的是一个月的价格 现在再看看价格 这是这个游泳池 开哥想在这个游泳池里面教我自己游泳 这个游泳池确实比学校的游泳池要好一些 因为会有深浅区域划分 而且还可以在上面躺着日光浴 它这里也有洗澡和浴巾 它这边要是一千块钱的话 还可以送一杯果汁 八百块钱就没有果汁 我们现在回去拉泳池然后过来游泳 太惨了 滑了冰之后 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大水泡 这么宽 嗯对 当时我滑冰的时候 我感觉我两只手都冲写了 就是都肿了 感觉很脏 哇 多少 52.9 可以 瘦了吗 106斤了 吃着好吃的 看着湖光山色 还有人在划船 这个就是今天的晚餐呢 可惜的是这个酸奶是有糖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